本地成功就业的残疾人士近几年人数呈上升的趋势 劳动力发展局的数据显示 从2016年至今 我国有超过2000名残疾人士在大约750家公司上班 他们在我国朝智慧国愿景迈进的同时 也积极努力地掌握新技能 继续为自己未来的职业发展铺路 但是有观察家指出 本地还是有一些新技能 这些企业机构在打造更具包容性的职场环境方面 仍然需要加把劲 那今天的成光聚焦一起了解 自动化等颠覆性科技 让不少人面临失业危机 这家社会企业因此决定顺应时代步伐 积极转型 让有特殊需求的员工 尽早学习掌握最新的电子收费服务 公司指出 为协助有特殊需求的员工 掌握新技能 导师得一步一步慢慢教 让员工反复练习 如果雇主认为没有必要重新设计工作流程 或打造无障碍的工作环境 有特殊需求的员工将终究无法持续就业 就像采用较矮的桌子 或设定较宽的走廊 这些看似简单的调整 对提倡人士来说 其实是最贴心的设想和安排 即使要在瞬息万变的科技界做出调整 也不必花费巨资 只需稍微调整电脑内的设置 或以津贴价格安装辅助软件 就能方便提倡人士工作 企业还能向政府申请高达90%的津贴 作为重新设计工作或业务流程的用途 这名培训导师就借助基本工具 边听电邮边操控电脑 工作能力和表现 丝毫不受本身的视障问题所影响 他也给其他失明人士上课 传授科技技能 他坦言 其实最难跨越的障碍是职场骑士 这个是销唇下的 我感觉这种不信心 这种不信心都能被制作 至一段一定的 根据让自己的确保 能证明自己的确保 他们可以弄扫 举力的有效能 你从未认为人的确保 应该让你们的确保 我认为务员需要知道 我们有一个状况很确定 我们想要得到 inclusiv 我们向接受务员要成为 progressiv 所以所以 为了协助并且鼓励更多雇主聘用残疾人士 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措施 包括让雇主享有高达22%的特别就业补贴 当局也刚刚在上个月中旬推出新的指南 教导企业如何重新设计工作和职场环境 让有特殊需求的员工更好地融入社群 而受访的专家也建议我国参考国外的做法 通过税务回扣和更加严谨的职业配对 帮助弱势群体持续就业 我国规模最大的审计公司之一 普华永道在招聘员工时 就会优先考虑应聘者的能力和强项 而不是他们的局限 失聪人士叶毅敏因此成功被公司录取 我们有职业 我们有职业的招职 我们从职业的招职 我们在职业的招职 我们在职业的招职 我们在职业的招职能力 我们在职业的招职 所以在职业的招职 根本没有招职 我们在职业的招职业 我用职业的招职 因为职业的招职 我只能在职业的招职 和标准标准 让职业的招职 我会可以跟着职业 而且我们有职业的招职 所以让我职业的招职 因为我没有职业招职 尽管科技可起催化作用 但这家公司也坚信 沟通必须是双向的 才有助建立具包容性的职场环境 因此公司除了为员工开办了基本手语课 还教导他们如何辨识特需者的需求 为了不让学生输在起跑点上 专门录取自闭症患者的星光学校 早在孩子念小一时 就让他们学习使用电脑键盘 年纪较大的 则有机会学习编码和电子笔记 我们每年都在社会讨计 我们每年都在社会讨计 我们在社会讨计较码专门 在社会讨计较码专门 在社会讨计较码专门 在社会讨计较为工作 在社会讨计较为 在社会讨计较为我们的社会讨计 我们也在社会讨计较 在社会讨计较码专门 让他们在家的技术码码码码码码码 学习自己的技术 在社会讨计较码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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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她唯一的顾虑和担忧是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晨光第一线 也欢迎下载新传媒 结合新闻 时事 娱乐 和生活资讯的应用程序 或是到我们的网站浏览 我们明天见